第七八六年版的西游记 除了孙悟空还有持仲瑞饰演的唐僧和我们今天要讲的猪龙广饰演的如来佛祖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一样 一说如来佛祖的模样 想到的形象差不多 就是猪龙广饰演的如来佛祖的样子 导演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拍好这部作品 可想而知在选角色的时候 有多挑剔和严格 当时选猪龙广来饰演 也是因为他的长相跟角色形象十分的相近 到底有多相近呢 据说当时化完妆的猪龙广 在去拍摄场地的途中 有一些不知道 是在拍摄电视剧的人竟跪下向他跪拜 这些人都以为是如来佛祖下凡兰了 这一个误会也足以说明猪龙广有多接近角色 那现在的猪龙广生活的怎样呢 其实现实中的猪龙广也是一个性格和善的人 如今的他已经是79岁的高龄 由于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拍戏了 虽然很难再在影视剧中看到他的身影 但是他昔日塑造的形象 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所塑造的如来佛祖 那这一角色无人超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